疫情期間無法出國 想旅遊只能在國內四處玩 儘管目前國旅熱度還在 但安心旅遊補助 只到10月底 不少業者擔心訂房率跟著下滑 因此紛紛加入民間 推出的住宿晉級券補貼 在10月底之後 確實在散客的部分 有稍微下滑 大概一成左右 但是這個部分 應該很快就會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又馬上又補回來 希望可以再追 兩到三成的業績 住宿晉級券補助時間 從11月開始到明年底 每房折抵500元 只要在佩可的旅館 完全訂房 不限國籍 也不用上傳身分證 預計發放1000萬份實體券 一公布就被民眾狂申請 實測想登陸官網 網頁卻根本跑不出來 人氣超夯 500塊其實真的很少 要補助的話 補助的成效不大 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金額不大 對 所以就 住房率可能就沒有說很去吸引到我 一般預估是月份的住房率 可能會低於三成 所以業者他們就是非常的恐慌 不過業者也希望中央能再投入40億的補助 將房價折抵提提高到1000元 能讓民眾更有感 在這個期間由業者他們接力來推出旅遊的優惠 我們一方面樂觀其成 要不要再加碼 沒把話說死 只不過在度過疫情前 旅宿業者大多已經不求賺錢 只希望手提一點 記者林永明 謝維 N小組 台北報導